你跟着我做什么 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你追上来是想要知道我们说的秘密 对 你将我儿子害得那么惨 你还想让我告诉你你做梦吗 他就不出你的儿子但是我可以 当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 而我在其中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帮我跟踪一个人 资料我已发到你的邮箱 这段时间内一定要盯紧了他 我要知道他所有的动向 没问题我们做事你放心 秦志明那个秘密我是在避的 秦婉君怕秦志明会跟他遇事俱焚 回去后便到处走通关系 结果连续跑了一周都被人聚在门外 什么事 事情怎么样了 我儿子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催催催你就知道催 你儿子犯了多大的事你自己不明白吗 想要将他弄出来有那么容易吗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想帮忙的吗 秦婉君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将我儿子从监狱里弄出来 我们就同归于尽吧 抱歉刚刚是我不对我和你道歉 再给我一段时间 我一定会想办法将小雨弄出来 十天后秦婉君依旧在推托 让秦志明等着 石井掐算的时间拨通了秦志明的电话 秦先生不知道你考虑的怎么样 秦志明一口回绝 丝毫没有转环余地 秦先生如果秦婉君有办法将他弄出来 你早就接到了好消息 但是你看看都过去大半个月了 如果你与我合作我可以保证 让你在一个月后看到你儿子 让你们一家团聚 你个小丫头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的身份想必你儿子已经告诉过你 就凭着那个身份 既然他是因为股市入狱 我就能从股市中将他捞出 秦宇能不能出来就看你的选择 让我再想想 你说什么 港湾区的工地上挖出古墓 一次大墓 如果让外界知道 下面有古墓 那我的项目势必会暂停 停工一天损失几十万 挖掘古墓的速度 每个一两年都看不完火 一两年我们临时哪里等得了那么长的时间 你通知下去保护现场 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林董若是让人发现的话 我们不好向上面交代 给下面的人准备一笔风口费 晚上将那目的给处理掉 动作一定要快知道嘛 这件事必须要保密 不能泄露半分 大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林嘉诚 你是不是忘记了 只包不住火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三哥我花费了大价钱 终于找到人愿意帮忙 小宇誓死刑 缓刑一年执行 只要等过一年 就可以改为无期徒刑 之后会慢慢递减 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狱 要不了多久是多久 对方说了 起码得要有四五年的时间来操作 不然不好办 四五年 你要让我儿子 待在监狱里四五年 他不是你的儿子 你不心疼是吧 四五年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 你也不想想 秦宇犯的是什么罪 不最快的时间 有人告诉我 他能让秦宇 一个月内安全出狱 给我看 你压根就没想过帮忙 你就是在拖延时间 谁告诉你的 那绝对不可能 对方一定是在骗你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秦先生是想通了吗 你真的能保证 一个月内将小宇捞出来吗 当然 我无法相信你 其实想要捞出你儿子很简单 只要花钱买下那些 被骗的投资人手中的股票 再让他们联名撤诉 同时给你儿子 请最好的金牌律师上诉 双管齐下 他不就出来了 你有那个钱吗 我既然敢说出这话 就有十足的把握 若你真的不放心 不妨可以去问一问你儿子 我到底有没有那个钱 好 等你买下那些人的股票 我便将那些秘密 以及你的绅士 全盘托出 嘿 实景挂了电话后 便着手联系 当初被骗的那些人 没出两天 便用一亿资金 拿到了所有起诉人 签约的协议书 谅解书 和解协议 我已全部拿到手 约个时间见个面 这才刚过去一天 你就将是搞定了 见了面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明日下午三点 就在某间茶馆见 可以 三哥 事情我都帮你谈好了 明日与那位长官见面 为了让小雨出来 我可是足足花费了 五百多万 不用了 有人会帮我儿子弄出来 你那些钱 还是直接给我吧 是谁 是谁 你就不用知道了 三哥 你千万不要被人骗了 哪里有那么简单的事 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 五支利财解决的事 对方凭什么能轻松搞定 看是不是骗子 一个月后就知道了 好了 我没空与你啰嗦 七月不用你捞了 你把那些钱给我 不给你知道后果 秦志明真是越来越 无所顾忌了 如果不将他解决了 我以后绝对没有好日子 这样的吸血鬼就该死 宝贝 想我了吗 今日到哪里 小川 我们的事情 被我三哥知道了 他以此来要挟我 你说我该怎么办 要不我们断了联系吧 别怕有我在呢 我找人去修理他 敢断了我的财路找死 不行你这样做 只会激怒于他 万一惹激了他 他跑到我丈夫那里 说三道四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们还是断了吧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咱们以后见面 就当做不认识 宝贝 你难道就舍得 就这么丢下我不管吗 我们这几年的感情 难道说散就散吗 你已经成为 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绝对不会放手 你放心 你三哥那边 我会搞定 既然他这么喜欢多嘴 那就让他彻底的闭上嘴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干傻事 他可是我哥哥 我可不允许你 做过分的事 知道吗 宝贝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可能 做违反乱纪的事 我只是找人警告他而已 放心 秦志明 你既然不仁 就不要怪我不义 撑住 我已经打电话 叫了救护车 你想要说什么 是清雨吗 和解协议 是真的 你还不能死 你儿子还等着你回来 你若是死了 和解协议 我会全部死掉 秦志明瞪大了眼 颤抖着手指着天空的方向 你想要告诉我什么 妈 有什么喜事吗 你这么开心 哪有什么喜事 只是一想到 你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就高兴 大学想好去哪里读了吗 我想看看 一云哥哥是去国外留学 还是在国内 小姐妹妹 你是打算去国外 还是在国内读大学 刚刚我回来的路上 看到有人被车撞了 被撞的那个人 长得有点像是三舅九 你三舅九好着呢 一定是你看错了 是他 一定是他下的杀手 他可真够狠 那可是他的亲哥哥 说下杀手就下杀手 在那温婉柔顺的表皮下 藏着一个怎样的心肠 他越是不想让人知晓 那秘密就一定越大 我一定会找到这个秘密 什么事 林董出大事了 不知道哪个小兔崽子 将消息传出去了 现在急车 以及当地无物部门 全赶过来了 警察也过来了 将工地包围了